当路前方的黑烟只冲天气 只见消防车飞快奔驰改往失火地点 抵达现场后消防人员立即部署展开灭火行动 温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4号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 导致当地工业区一间免疫企业着火 而当天稍早俄罗斯还出动无人机 袭击了哈尔科夫市和地面波罗地区 击中了关键基础设施商业和住宅引发火灾 造成多人受伤 自乌二战争爆发后 哈尔科夫地区就一直是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 不过近日攻击变得更加激烈 除了加大攻击力道 俄罗斯媒体国家通讯社塔斯社4号报道 俄罗斯内政部已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列入通计名单 但没有书名理由 对此乌克兰外交部则透过声明 指俄罗斯此举证明 俄罗斯的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器已陷入绝望 他们已经想不出其他方法 来吸引外界的注意力 华尔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